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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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是被逼出来的 是全中国人勒紧裤腰带 咬紧牙关 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而中国人的这股干劲 是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决定 中国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45年8月6号 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声巨响震惊了世界 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就在广岛核爆炸几天之后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他在会上说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 原子弹只是空的 延安会议一年后 在延安的早述下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 他对原子弹有这样的评价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 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怕 实际上并不可怕 所以对原子弹 毛泽东一开始采取的是 他惯常说的那种 战略上的藐视 不怕 但是早远采访三年之后 一次出访 一部电影 让他对原子弹 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16日 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 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 签订新约 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 同时庆祝斯大林七十受臣 但其实在访问期间谈判进行的苛刻办办并不顺利 经过毛泽东主席与斯大林的多方交涉谈判 最终毛泽东主席与斯大林正式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是毛泽东此行最大的收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条约里都写了些什么 这是1950年2月15号的人民日报 上面全文刊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第一条就有这样的内容 一旦帝约国任何一方 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国家的侵袭 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 帝约国另一方 既应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条约针对性非常强 说的是日本 还有日本同盟的国家 其实指的就是美国 当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经释保成功 这等于向美国暗示 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散 虽说互助条约是签署了 但是在访问期间 毛泽东的心情并不是那么愉快 尤其是斯大林给他放的一部电影 让他看了印象特别深 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 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 关于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 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 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 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 在观影期间他一直在抽烟 当看到蘑菇云上升的时候 他激动地说 好 成功了 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 四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 看完电影 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 你们要好好看一看 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 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 在回国的火车上 他又对身边的卫市长李银桥说 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呀 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 美国有了 苏联也有了 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意识到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原子弹 而接下来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 更坚定了他这个想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巢作战 中国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开始了真刀实枪的血战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 驶入台湾海峡 同年11月 美国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 并进行核模拟袭击 预备司机对志愿军进行攻击 还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人民政府的命令代表全中国 四万万 七千五万的人民 来这里 同搜美国政府 尽管仅有中国人领头台湾 用非法的 和犯罪的行为 11月30日 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 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 此后更扬言要将原子弹作为普通炸弹来使用 美国人耀武扬威地向中国人挥舞起了何大棒 这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 中国没有自己的原子弹 在世界大国中就没有发言权 就要受欺负 于是他和中共中央决定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已下达 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如何建立 两个年轻人一个四合院 两台自行车两台建议车窗 新中国虽然一穷二白 但要拥有原子弹绝不只是梦想 档案为您揭秘 罗布泊的摩古云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 上 有真诚无国界 留学移民选择金极列 从未有速度如此激情 从未有后座如此弦逸 从未有光亮如此要事 只有你 全新奥迪A8L W12独领大城 会员果汁天然 新鲜 营养 给家人更多健康 会员百分百果汁 不加糖 不加色素 不加防腐剂 中秋全家共分享 1950年5月19号 毛泽东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是中国原子弹科学研究院的前身 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 当时担任所长的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 他是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 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就是他和他妇人合泽会 从一个四合院开始筹建起来的 而在这之前他在法国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了 1937年24岁的前三强进入法国著名的居里实验室深造 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 他和他的夫人合泽会正视了原子核裂变新的裂变方式 引起了巨大轰动 后来被称为来自中国的居里夫妇 十年之后三十四岁的前三强 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 这是外国学者很难获得的学术地位 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个职位的中国人 那时候前三强在法国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地位 他有非常好的研究环境和可观的科研经费 但是一年以后 他毅然决定回国 那时候他三十五岁 后来前三强对那些不理解的人说 当年我出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学生回国 使落后的祖国强盛起来 1948年前三强向约里奥居里夫妇辞刑 拍下了这张照片 伊利纳居里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了法式小点心 然后约了要居里夫妇把一些实验室数据资料和放射源 送给了这对来自中国的居里夫妇 回国两年后 前三强受命开始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周年 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还没有起步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 一穷二百百废待兴 原子能事业完全从零起步 前三强和合则会的办公地点 是北京黄成根的一个四合院 而当时的研究所加上他们夫妇 只有五个人 前三强夫妇从零开始选购需要的材料 两人骑着自行车 满北京城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 寻找旧五金材料和旧电子元器件 一人绘图 一人动手 制造出了两台简易车床 凭着这两台车床 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两个年轻人一个四合院 两台自行车 两台简易车床 就这点基础 中国的核研究机构有了雏形 筹建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的人 是前三强 拿到新中国第一笔核物理科研经费的人 自然也是他 解放军和平解放了北平城 还不到两个月时 前三强得知他被批准参加四月份 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接着这个机会 前三强想构着一批 与核物理有关的书籍和仪器 而这需要一大笔外汇 于是他向负责联系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之后一连三天没有答复 忐忑不安的前三强开始埋怨自己 提的要求不识时误 但第四天 中南海打来电话 让他去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李维汉向他转达了此时还在西白坡的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话 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 希望你们好好策划 并批准从国库里调拨了五万美金 当前三强手里拿到这五万美金的时候 他感慨万千 因为据说他拿到这打美元的时候 上面有一股明显的霉味 他知道在当时没有保险箱的情况下 估计这笔钱很可能是随着作战部队 转战南北 今天不知道藏在哪棵树下 明天藏在哪个山洞里 怎么保存下来的 而这样一笔钱交到了 他这样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手里 从这一刻起 他觉得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研究机构有了出行以后 前三强立刻就拿起了笔 做什么呢 写信 收信人是当时在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的国家 相关专业最优秀的中国学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前三强的推荐和邀请下 1950年核物理学家王干昌 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前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先后几年间 核物理学家邓家鲜 物理学家朱光亚 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材料科学家吴自良 核武器科学家陈能宽等 从美国归来 核武器技术专家陈开甲 从英国归国 放射化学家杨成宗 从法国回国 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科学技术人才 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原子能所 杨成宗不光是自己回来了 他还带回了两件宝贝 什么呢 一个小盒子 还有一句话 1947年 也就是在前三强 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导师职位的这一年 杨成宗来到法国居里实验室 攻读博士学位 四年后 他听从祖国召唤决定回国 得知杨成宗要回国的消息 约里奥居里夫妇 把石克碳酸倍率标准源 送给了杨成宗 表示对中国核事业的支持 1951年 杨成宗把这个标准源带回国了 别看他重量只有石克 但他的分量却很重 因为这是非常珍贵的国际标本 当年美国 英国等国家 都是以居里实验室 制备的标准源作为样本的 它也是中国开展 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 最基本的食物 除了夫妇俩送的这份珍贵礼物 Jean-Frédéric 就是左边那位 还让杨成宗给毛泽东带了一句话 他说 请转告毛泽东主席 如果你们反对原子弹 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句话 后来是由前三强转达给毛泽东的 听了这话 毛泽东更加坚信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但这个时候 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 却是越来越严峻 国际局势骤然紧张 美国的核大棒 五来五去 毛泽东将如何应对 他们要大足球 六大足球 向苏联求助遭到蜿蜒拒绝 一颗小石头 是如何开启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大门 档案为您揭秘 罗布波的罗古云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 战 28年前的一个除夕 突发的枪声震惊全国 凶残的二王 犯下连续杀人大案 看着他们微笑的样子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这两个人 就是丧青病狂的杀人 他们为何持枪杀戮 附下累累血债 警方如何寻踪追击 布下防防 二王究竟去了哪 藏在什么地方 怎么过的 到今天依然是 著名影星 横操绑架 引发全国关注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遭到绑架 女性生命危在旦夕 警方如何斗智斗勇 勤劫肥 面对这样的绑废 警方真的就无可奈何吗 惊心动魄的抓捕 争奔夺秒的营救 来 少一点啊 善与恶的叫了背后 真相正在被层层揭开 档案近期即将建立 在朝鲜战场上 中国志愿军与美军 经过八个月的战场交锋 取得五战五截 美方不得不退回 三八线以南接受谈判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在朝鲜开城来凤庄 举行的首轮谈判上 因为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 双方僵持不下 会场出现了世界谈判室上的奇观 出现了两个多小时的静默场面 最后美方代表狂妄地说 那就让炸弹打炮机关枪去辩论吧 面对美国发起的秋季夏季攻势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一九五二年 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 四年春季 他就下令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 运到冲绳岛 企图用核武力威胁中国 面对朝鲜战争的局势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 世界要大多久 我让我们不要做决定 有过去是有道路门 以后是有爱是好业 或这么爱过的将来的什么政策 由他们去决定 就是说他们要大多久 六大多久 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正当人们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台海局势又骤然紧张 一九五四年 美国和台湾签署了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规定 美国维持并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 博泽东主席立即还以颜色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第一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 解放了大臣列岛门户 一江山岛 紧接着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宣言 面对远东的形势 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 同时 美国亦反秘密进行核实验的常规 第一次公开原子武器的实验 美国记者称 这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美国人的核大棒依然高高地举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深地知道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紧迫性 在台海危机期间 他尝试过争取外援 这是谁呢 当时的老大哥苏联 1954年10月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来到中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 此行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援助项目 毛泽东主席在友好的气氛中 向赫鲁晓夫提出 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 希望苏联在这方面 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听完一愣 随后说道 搞那个东西太费电了 把中国现在的电力 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用 搞那个东西也太费钱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 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 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搞 他没有同意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 但最后还是同意帮助中国 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 并培训技术力量 1955年4月 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设施的协议 协议规定 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 提供全套设备及技术资料 并且接受中方人员去苏联考察学习 虽然何鲁晓夫没有答应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 但是他依然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 迈出了第一步 而且何鲁晓夫说的 中国缺电缺钱也都是实际情况 其实这也是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1938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入了五十万人 动用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力 花费二十三亿美元 耗时七年才研制成功 而建国五年后的新中国 仅以运门油田产油的方法来看 仍然是洋务运动时所引进的 工人们拼了全力 全国粘石油产量也才只有十二万吨 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二十七美元 不足整个亚洲平均四十四美元的三分之二 在建国后五年间 国库的外汇储备始终贵超过两亿美元 虽然实际情况真的不容乐观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中国人想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也并不是耻人说话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找到了一块石头 而这块石头 给中国的核研究增加了信息 这就是那块石头 学名叫油矿石 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就藏在它的身子里边 要想有原子弹就必须有这块石头 就在赫鲁晓夫来花前的八个月 地质部部长李四光 副部长刘杰就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 简称普委二办 专门负负责筹备油矿地质勘探工作 就是为了这样小小的一块石头 李四光和他的勘探队们从新疆到东北再到南边的广西 几乎把整个中国都跑遍了 一共三支勘探队 每天翻山越岭 风餐露宿 走不动了只能骑马 饿了就地拔草捉鱼 走到哪儿捡一帐篷就支在哪儿 勘探初起 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困难重重 甚至有十几名勘探队员付出了生命 终于在八个月后 他们在广西采集到了第一块油矿石 两个月之后 这块沉睡了亿万年的石头 参见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程度极高的会议 成了会上最受瞩目的客人 这次会议是1955年1月15号召开的 主持会议的是毛泽东本人 会议保密非常严格 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图片或者影像资料 我们能查到的跟这个会议有关的 唯一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半国中上的一个台历 这是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台历复制的一个样本 我们来看看 这在1月15号这天 这是个空白 但是往前翻一页 也就是1955年1月14号这天 星期五 下午20约李四光前三强刘洁等谈话 然后是五十约廖城志谈话 谈日本问题 也就是说周恩来给李四光前三强 他们留出了三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三个小时谈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 因为这些科学家要给领导们展示油矿石 向他们普及核知识 跟他们谈话要把事情说明白 但是又不能太专业 人家听不懂啊 所以要深入浅出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特意花了三个小时提前做准备 可见周恩来是多么的细心和谨慎 更说明这次会议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一天 1955年1月15号 被认定为中国核能发展的起始日期 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风则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李四光 钱三强 刘洁 带着层层包裹的油矿石来到了会议室 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用最通俗的语言 向毛泽东等十位国家领导人 介绍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 我国现存油矿的分布 以及要在我国开发原子能的设想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 关于这个决定命运的一刻 我们这里找到一段李四光的女儿 李林的回忆录音 很有意思 来听一下 那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 到附近来说 摸不得 摸不得 但是有方向心的 赶紧洗手洗手 看着这块摸不得的石头 毛泽东说 原子弹这事总是要抓的 现在到时候了 该抓了 我们只要有人 又有资源 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就这样 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正式启动 代号是02 绝密596计划已经启动 第一个核研制基地如何宣址 怎样建设 只装了四辆卡车 四辆机构车 另外 帐号只有三点 艰难起步之使 苏联为何改变初衷 身处元寿 苏联老大哥又会给新中国送来什么 档案为您揭秘 罗布泊的摩古云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 但28年前的一个除夕 突发的枪声震惊全国 凶残的二王犯下连续杀人大案 看着他们微笑的样子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这两个人就是丧青病狂的杀人吧 他们为何持枪杀戮 附下累累血债 警方如何寻补追击 布下网络 二王究竟去了吗 藏在什么地方 怎么过的 到今天依然是多 著名影星横遭绑架 引发全国关注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遭到绑架 影星生命危在旦夕 警方如何斗智斗勇 勤劫肥 面对这样的荒废 警方真的就无可奈何吗 惊心动魄地抓捕 正分夺秒地营救 来 少医党 善与恶地叫了背后 真相正在被层层揭开 档案近期即将建立 中国刑事大案立大 苏联老大哥 撤走专家 带走资料 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 自立更生 谁也不靠 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前所未有 困境 饥饿 难关 将为核武器研究带来什么 年复的现实让中国领导人忧心痛 中国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同时 一个阻止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计划 却在美国白风悄然生成 先发自然 互宣耳战 把婴儿扼杀在你 面对危机 中国领导人怎样抉择 如何应对 中国要挺直腰杆 靠什么 档案为您揭秘 罗布泊的蘑菇云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 下 1955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 1958年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简称二机部 具体领导全国的核工业发展建设和核武器制造 1956年 聂荣珍 陈云 波一波组成三人小组 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同年 中央在二机部下设了一个核武器局 对外称九局 随着九局的组建 大批拥有世界尖端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 汇集到这里 所以二机部眼下迫在眉睫的任务 就是要尽快在国内选好地址建厂房建基地 为这些风华震报的中青年科学家搭建一个施展拳脚的大舞台 这是电影《金银滩》的宣传海报 这个电影是为青海少数民族的新生活唱赞歌的 1957年电影公映 可是一年半之后 这个电影突然从影院中消失了 很多年以后 人们才知道为什么 原来当年青海高原那片被叫做金银滩的大草原 被选为中国核工业的秘密研制基地 核工业发展把关系到国防安全的问题 当然要保密了 所以这部电影也就被禁播了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燕县西海镇 占地1100多平方公里 距离海燕县城9公里 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10公里 海拔3200米 东 北 西南都有高山屏障 东南为草原的延缓地带 地势平坦 东西两边各有一条河流 基地的选择可是很麻烦的 因为首先它涉及到国家机密 所以隐蔽性要好 另外投入生产以后它有放射性 因此必须远离城镇居民驻地 此外它还要有充足的水源和电力供应 交通运输也必须保障 所以这片草原还真不好找 但是金银滩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 1958年冬天 九局局长李绝带领着第一批技术人员和解放军 一共二十多人来到这片高寒缺氧的金银滩 任务只有一个 要在这里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要干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带去的设备只装了四辆卡车 四辆吉普车 另外帐篷只有三顶 军用帐篷 李绝和他的同事们 当时就住在这样的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比实际的可能要小一些 我们这个只是个道具 这里边主要的家具就是三大件 高低床 木箱子 火炉子 为什么是这三大件呢 我们一个一个地说 先说高低床 李绝和他的同事们一共是二十多人 帐篷只有三顶 就是说每顶帐篷里面至少要睡七个人 根本就摆不下 所以必须用高低床 就这样还不够 那么多余的人怎么办 地上铺上干草 直接睡地上 再说箱子 箱子做什么用呢 当然是装东西的 装衣服啊 装文件啊 工具啊什么的 不过在当时的简陋条件下 这些箱子啊 同时也是他们的桌子和板凳 整个基地的规划图纸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桌子上画出来的 再说炉子 这可是他们的宝贝 为什么这么说呢 金银潭年平均气温多少呢 零下四度 全年平均气温零下四度 什么概念 就是说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得穿绵一绵一绵 这还不够 住在这样的帐篷里边 既不隔热也不保温 他们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那儿也没有自来水 冬天只能把血水融化了来喝 靠的也是这个屋子 在那个地方饮用水还经常缺乏 不够喝 缺到什么地步呢 最艰苦的时候 每天这样的茶缸子 为人只能喝三分之一的水 就这么点 喝水都这么困呢 那么吃饭呢 也好不到哪儿去 只能喝粥 就像这样的碗 为什么呢 因为高原缺氧 氧气量只有平原的大概三分之一 没有高压锅的话 很多东西都煮不熟 熬粥呢 就是最实用的办法 而且那个地方风沙很大 经常粥里边有很多沙子 没办法 李绝他们就只能这样 嘎吱嘎吱地 就是沙子喝 就像这样的三顶帐篷 就是当年中国核工业基地的雏形 李绝带着他的先前队 在这儿一住就是一年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完成了基地的初步规划布局 第二年二月 一万多人的基建队伍冒着风雪 开进了金银潭 开始施工 到1963年初基建工程结果完成 二级部酒居的大部分科研人员 陆续地迁到了金银潭的二二一厂 全面铺盖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1956年 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这两个国家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 这时候 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 在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 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 有了松动 出现了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 在1957年10月 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这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就是 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我们来看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上面 就有这个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部分内容 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是绝密的 特别重要 它这个协议的全称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 题目很长 但是里边有这样一个关键内容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 研制原子弹 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 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 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协议的这个部分说得很清楚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帮助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 模型图纸 都只回答有关纺组内容的问题 对其他问题闭口不答 关于这段历史 我们找到了几段回忆录音 一起来听一下 他对我们也很友善 就那时候保密很严 他工种都 每个工种都互相都不能沟通的 我只能了解我这个系统的 别的系统 你是问他不能回答你 但他一般的 如果没有 他们还有专门检视你的专家 另外的那种 就那种 科格国的那种 苏联那种 他们都有专家互相监督的 就是你要超出你的专业范围的 回答问题不行的 但他们一般呢 还是比较友善的 一般呢 他就是讲得不很深入 他也会给你点两句 说实话 在那段日子里 作为老师 苏联专家态度还是诚恳的 但是 他们愿意回答的 只是一般性的技术问题 一旦涉及到核心技术 应该必够不谈 这样 协议上说的专家和技术 都搭了水漂了 那么 模型能不能有呢 在核武器方面的当时 都提出来了 确实后来证明 苏联是 他决定是不给的 那个时候讲了 你们首先建了一个仓库 我们马上不给你们模型 我们就花了四十天 是建立的仓库 一切都准备具备 看你来不来 结果呢 一锤二锤都不来了 结果事后证明啊 那个时候他们 在这个 他们的会议录里边查明啊 他们一定把这个样品的资料 都装好车了 准备运输了 就紧急地调回来 事后证明 当时苏联专家 确实把样品资料都装了车 准备运输了 但是临时又接到通知 又紧急调回苏联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59年9月15日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这是美苏两国领导人 自1933年建交后 苏联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 赫鲁晓夫亲热地挤进了 艾森豪威尔的轿车 在美国总统的别墅戴威营里 几经接触 艾森豪威尔表露出 避免核军被竞赛的愿望 这正中赫鲁晓夫的下怀 奉行东西方缓和政策的他 兴致勃勃地投入到 与美国的一系列磋商之中 苏联报纸宣称 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 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此时正是新中国的十周年庆典 刚刚结束了 对美国访问的赫鲁晓夫 又风尘扑扑地来到北京 按照他的话说是 下了那架飞机又上了这架飞机 当有记者问到 此行带来了什么东西时 他拍了拍衣服的两边口袋说 我这个口袋装的是友谊 那个口袋装的还是友谊 然而就在三个多月前的6月20日 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 为了讨好美国 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 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 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 不利于达成协议 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 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和图纸资料 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收到赫鲁晓夫这封信后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 不做回复 当时负责核工业的二级部部长宋仁琼 说了这样一句话 天快下雨了 准备伞吧 一九五九年 参加完庆典活动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有过这样一个对话 赫鲁晓夫说 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 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 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独联老大哥撤走专家 带走资料 毛泽东和当中央决定 自力更生 谁也不靠 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 前所未有困境 饥饿难关 将给核武器研究带来什么 年复的现实 让中国领导人忧心 中国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同时 一个阻止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计划 却在美国白宫悄然生成 先发自然互宣耳战 把婴儿扼杀在你 面对危机 中国领导人怎样抉择 如何应对 中国要挺着腰杆 靠什么 档案为您揭秘 罗布泊的蘑菇云 中国人的原子弹梦 下 小学生 孙子 男子